你就是就是一种轻蔑的感觉 那种你是神仙 跟你的双向没关系 五六一 吴燕桃他是属于一个 生活中玩归玩闹归闹 但为了舞台去做准备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来开玩笑 他也是在帮我去扣一些动作 撤这只要 打开就好了 五六七一奏 呆呆呆呆 撤脚 走位子了对对对对对 你刚刚做的是撤这只脚 这主角 撤这只脚 这只脚 戴荣东他做这个舞蹈 其实他也很不容易 因为这首歌 男人 而且我们这个歌里面有太多的一些 大幅度动作了 这些动作就跟民间杂技团似的 就能让人哇天哪 啊 哦 曼尔 你长死我吧 大幅度动作 吓死我吧 晓冬 呀 有事吗 有事吗 我的内脏 当时也是有一些胆怯了 但是如果你摔了一次 你就要赶紧去世 你要突破这个东西 然后张晓鸥太吃苦了 因为这个舞蹈 最吃力的动作 就是他的左脚 是一直要踩在张晓鸥的后背上的 他是真的属于 默默付出的特别多 我行 其实我真的是一个贼佛的人 我真的 不会去 很不会去展示自己 赵哥 其实新鸟哥也很 真的非常厉害的 新鸟好看吗 挺老实的 好 我们准备开始撑腰 但是这次顺便发布之后 我真的感觉我的鞋都被剪断了 我是没想到我能那么高 但我就能想象到我的创始人 得花多大力气 能够送到那个位置 所以这次 就想把自己所有的实力 所有的自己喜欢的风格 完完全全展现出来 因为他中途的腰有点受伤了 一直到后面 每次踩他的时候 其实能感觉到他的痛是真的 反正我每个人都非常有伤 周慧宇的一侧肩膀也是一直被踩 当时我就是笨着让自己不舒服 才要去选的这首歌 因为当时听到了歌词 说可能痛苦让我变得更坚定 恭喜于庚莹首类成功 获得胜利的队伍是 Lunboy88 Lunboy88 这首歌蛮适合做一个自己情感和情绪的发泄 好冷啊 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变成更好的自己 我会想如何去不辜负创始人们给我这样的期待 你先找个位置 我想要听到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那天在自彩间睡午觉 我就在自彩间睡过一次觉 我在梦里面顺微发布第一名 我在上面呐喊 就喊着声嘶力竭 然后睁眼之后 感觉自己已经是第一名了 那种就 然后出去之后就还沉浸在那种荣誉的喜悦感里面 反正我之后肯定会再找一个回去睡一次 不知道能不能续上你以前那个梦 自彩间现在在我的心中就 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 我其实说实话想买一个他那个同款的沙发 我真的很想再做一次那个梦 周克宜出舞台的时候 我只是觉得他长得还蛮好看的 但这次通过二宫接触了 之后我发现他很聪明的 情商很高 没事韩老师 我们陪你练 再来一次 我被他们传染到我了 让我在这一次的舞台上 我拿出了更多 所谓那种可能男团的一种状态和态度 我就为了把这个Belieber 我让自己看上去更硬汉一些 我就去健身房 又把自己这块全练起来了 我特意找到那个马甲 我要穿那个马甲 要把它露出来 就显得特别血性 特别男人的一面 三 一 一 二 三 停 好 好 好 什么意思 中年是什么 是 你的力量 我来了 因为就是 我一个信心 我一个 啊 你懂吗 这是这种那个 如果我是一个勇敢的人 我们要练习 什么是你的战争 对吗 好吗 OK OK 啊 啊 OK 那是我的战争 接下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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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那啊 对嗎 加油加油加油 那 我離開之前 我們再一次 shirts 都沒有準備 1 1 來 3 2 1 我覺得我變慢了 我觉得我比之前更慢了 就突然找到怎么该怎么练了 接下来 这个舞很硬汉 所以我就像剪头发 我一直说不定义男团 所以说我也不能被定义 长头发是我 短头发也是我 我之所以不一样 我不是因为自己的外表 我之所以不一样 因为我就是我 好看来 你还好看吗 不喜欢看你 还好看 我们这个团队的五个人 都对A班充满了渴望 然后想一起用这个舞台来告诉大家 痛苦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 喃声网络 开场很炸 Protestant 蔡禾 possibil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